那个练习作业 一样你们就是要把它存档 然后上传到Model 所以Model上面 我已经开了一个作业区 那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个 今天的练习作业存档 然后传到Model上去 那表示说你这个作业就完成了 OK 那里面的话呢 要完成哪些东西 请各位 前面的东西如果有 如果像REPT这个 你就自己做一下 LAPT也大概做一下 然后Right 反正这上面有的 你就尽量做一下 然后LEN MID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是这个 就是MID这个地方 上个礼拜好像有同学 就很认真就开始做 但是他发现一个问题 插入函数的时候 他用MID 那MID的话 要取这几个字 这个字要取 开头开头是第一 第一个字开始 第几个字取四个字 可是他发现 理论上应该是0551才对 但是得到的结果 就会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 跟各位讲 如果你看到这个 又是格式问题 所以其实格式 真的是有很大问题 那如果你假设以后遇到 看到这个 你马上可以反映说 原来格式被改过了 你只要改回来 就恢复正常 那怎么改 很简单 法属按右键 除存格格式 那你会发现 理论上预测的 如果是原始的状态 它的除存格格式 应该是通用格式 不会是文字格式 那所以 这个问题应该是发生在 你的格式被改成文字 所以如果你要恢复正常 怎么办 很简单 把它改回去不就好了 这样而已 OK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改回去 那改回去 很简单 改通用格式 按个确定 那想说 那为什么没有变 还有一个动作 你要再怎么 点上面资料编辑列 再打个勾就好了 这样 打个勾 我表示 我再确认一下 它就帮你怎么样 更新成 新的格式 就这样而已 没有很困难 其实有时候 如果你会用以色 你用 这工具 其实还蛮OK的 而且这个工具 已经出来三十几年了 更厉害的是 这个工具三十几年 其实变化并不大 而且用的人 也还是这么多 它也蛮妙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工具有个好处 你一直用 它基本上不会变动 也就是你不太需要 再学新的 不然的话像Python 这几年火红 可是你知道吗 大概差不多十年前 最红的是Java Python还不知道在哪里 也就大概Java 红大概十年吧 但之后呢 就没有什么用了 我不知道Python 才红几年 但是 以色尔已经 红了三十几年 还是继续红 OK 好 那请各位先 这个地方可能要 另外的话 有一个问题 这个Twin 这个Twin的话 它其实主要用意是什么 你可以 它是去掉 多余的空白 所以你可以在文字类里面 有个TRIM 这个 但是你会发现 你要去掉空白的话 它会有个奇妙的地方 看一下填满 有没有 你会想说 不对啊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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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英文本身 这个中间会 有一个空白 是固定的 但是中文中间 没有空白吧 可是你会发现 它把它当成是 英文来处理 所以你会在中华电信 中华民国中卫 远传电信 远众信 全面 中间都都空白 那不对啊 那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 它不知道中文 不需要 多余的空白 所以怎么办 这里可能 你要想办法 什么办法 辨识 中文 跟英文的差异 你想说 那一次有那么厉害吗 可以分辨 中文跟英文的差异吗 其实跟各位讲 答案就是哪里 其实答案就是 它还就是里面 文字里面有个叫 扣 那扣的话什么呢 就内码 那也就是说 如果呢 中文字的话 它一定不会在 那个内码的范围之内 所以你会发现内码 其实你们可以 参考一下云端白板 的文字里面函数 其实这边好像我有放在 这边有没有 第几页 第三页的地方 这叫 阿斯基哥内码 内码的话就是 美国人家设计电脑的时候 他想到的就是这种 他们不会想到中文 所以他里面内码 就是从零 编排到 一二七 有没有 就是英文的大小写 跟数字 还有一些符号 还有一些控制 那以外的呢 可能就是中文 OK 也有可能是其他 这个语系 可能日文 韩文等等 有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 有个规则 如果说呢 我取那个字里面呢 假如说呢 它的内码是在零到一二七 那可能它就是英文 可是如果它是以外的 那可能就是中文 OK 所以我们有个标准 有没有标准 判断一下 如果Google 去抓这个资料 假如得到的数字 有没有 大于等于多少 大于等于 应该是 大于一二七 小于零的话 或者是说啦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是大于一二七 那就是中文 应该可以比对出来 你会看到中文 它都是四万多 然后呢 英文的话呢 就是一二七以内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 有个逻辑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我把这个公式 透把它点下 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那逻辑的话 用一辅 一辅什么 如果这个call里面的资料 假如大于一二七 那就是中文的 那我用中文的方式处理 那你中文怎么处理 那如果说小于一二七 那表示是英文 那我们英文方式 英文就用twin OK 那你想说 那老师那中文怎么办 其实如果中文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subtitude 有一个文字 其实就取代 有个我记得 当然你可以用repress 可是我觉得subtitude 可能会更好 这个 它可以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old是指的 假设帮我把空白 那空白怎么表示 记得空白是个文字 所以前双以后空白 然后后双以后 表示说 帮我把那个空白取代成新的 新的的话就是没有 没有的话 你不能保持没有 就是两个双以后 那表示是清楚的一次 好 那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得到结果 有没有 中间就没有空白了 按确定 当然如果你用subtitude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下来的东西 就变成 连那个英文的也被取掉 不对 所以变成说 你要判断 所以呢 假设说 你要判断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怎么做逻辑判断 如果是英文 请你用treat 如果中文的话 用subtitude 所以这个做法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 看来 我们来看 就可以这样 就是 它会一个逻辑判断 一副 如果它控制 更大于右下 那我就做这个动作 用subtitude 可是这个subtitude 公式如果太长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先 先给它一个空的好了 然后这边也给它一个空的 然后再来的话 你可以怎么 把这边的公式 有没有 把它复制 再取消 记得按取消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 这个是 有没有 这个是逻辑 这个是维数的时候 够点 就是这个公式 那另外这个 这个后面的话 就放哪个公式 那就放这个公式 有没有treat 你可以分开做 然后把这个公式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 所以这样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它的code 内码大于右击 那表示说它是中文 或者是非英语系的文字 那我就用去除所有空白 用subtitude 反之 用fin OK 这样确定 那理论上 向下填满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中文有没有 里面就不会有多余的 但是英文 那就会留下 应该可以知道我意思 只是说这个公式 还蛮冗长的 OK 这个公式 请各位可以参考云端 我理论 云端上面应该有 这个请各位自己 把它练习一下 好 这是有关这个 twin的这个 函数的说明 难度已经相对比较高了 如果工作上很多时候 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就变成 你要用人工的方式去判断 那不得了 你用眼睛看 如果这个资料 假设这边只有五笔 如果这边有五万笔 那你做到什么时候 下班你都做不完 OK 所以尽可能的 多去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更简单 OK 当然我讲了这个公式 还是可以再找到别的答案 没关系 如果你有更好的答案 可以try 甚至你可以告诉我 甚至你可以在影片上 跟他 老师我发现 另外有一个函数 不用这么复杂 那我会非常感谢 对 因为我发现 很多同学蛮不错的 但我不是万能的 我也不是说什么都知道 但是我尽可能知道 因为我跟以色尔认识三十年以上 应该也够熟了 老朋友 所以他应该有什么都会让我知道 对 对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OK 可是如果你没有跟他那么熟 那可能你就要花一点时间 OK 那剩下来最后 我们刚刚的这个句棋 最后请各位再帮我做一件事 就是把句棋打开来 并且加上注解 那怎么加注解 那请各位也许先把这个 也许试做看看 好 这个停一下 成功 谢谢大家